这是7月26号 华航公布立来总统专机 免税烟品销售统计 但读缺马英九日内的两笔资料 数字消失 传闻四起 民进党政府之一 马实骑有鬼 交通部火大 逼着华航查出来 华航也很听话 时隔两天 7月28号火速交出 马英九日内缺少的那两笔资料 想让主子消消气 没想到数字反倒让蔡政府更难堪 马英九2015年11月的顾评专案 免税烟量886条 同年3月诱疑专案只有10条 和蔡英文自由民主永续之旅 特勤走私单趟109条 差距悬殊 我觉得这就是民进党 他如果不牵托别人 人家也不知道他做得这么烂 因为没有参考值 没有比较值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一比较才发现 民进党做的坏事 已经超过前任所有的总统夹起来了 再来看看总量比较 马英九执政8年出访14次 专机免税烟卖了13392条 蔡英文执政到现在三年多 七次出访专机卖烟 高达26668条 比马时期多两倍 跟陈水扁比一比 华航目前公布陈水扁 2006年9月到2008年1月 出访专机资料 共2171条 蔡英文足足比扁巢 多卖了12倍烟 民进党这次很特别奇怪 他们就不愿意把真相公布出来 你只要去调金流 你只要相关人等查一查 或者甚至于派车单谁派的 稍微有看过推理小说的人 都知道怎么办案了 真的不知道民进党 为什么老是用转移焦点的方式 去推卸责任 司宴案罗生门真相还交代不清 蔡政府却紧咬长年漏袭 拖前朝下水打乌贼战 只是这块挡箭牌太小 遮不住司宴巨授 记者徐立鹏 邵玉敏台北报道